其實可以先從清除開始 因為清除 打完之後反正就是一個範圍 輸出到哪裡 給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給空字串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是兩個串 就填上空的嘛 那輸出之後就幫你清空 裡面的資料 那再來就是把它改成 這個 輸出主要是這一個 加入格式 的部分 不過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如果用Sales的話 它的格式是 你做一個輸出 然後再格式一個儲存格 一個輸出做一個儲存格 可是這樣感覺 比較沒有效率 為什麼因為輸出 在格式化 輸出在格式化 那感覺會跑起來有點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 感覺 感覺一下就是 這個地方會變成 就是 會有點好像 會有閃動的感覺 比如說我這邊把它清除 然後再加上去的話 它其實你會發現 它是 加一個文字之後 格式化 它就會閃一下閃一下 因為現在電腦 跑太快了 感覺好像 有沒有 有沒有 它會一直閃一直閃 那現在電腦 以前的電腦慢的時候 就會非常 劣格 很嚴重 那現在因為電腦跑太快了 所以 其實也沒差很多 但是總感覺好像 還可以更好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地方是 加一個資料 再加一個格式 那其實 理論上講起來 應該是 整個範圍 也就是說你這邊全部做完之後 再一次性的 格式 一次性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是個別的儲存格 一個一個加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 這一段 因為這個地方 也不難理解 所以在 下面這邊有一段 範圍 也就是說呢 我全部資料輸出完之後 再怎麼樣 再做一次性的格式化 那這個寫法 你可以把它 在這個下面 這個寫法是 一個儲存格一個儲存格慢慢做 這個是先全部輸 輸入完資料之後 再怎麼樣 再來就是說 一次性的 全部 全部做什麼 做格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先把它清空好了 上面的資料先清空 然後設個中段點在這裡 這個上面先把資料全部 填上去 等一下先停 好 這個地方的話 我是把 資料 全部都輸入 對不對 輸入完之後呢 再一次性的 所謂一次性就是說呢 先來